那最后回过头来呢 我们看一下之前讲到的 这个客户的旅程 客户在做决定的时候 消费决定的时候 从知道你这个品牌 知道你的服务了 然后呢开始去多了解一下 然后呢觉得你们还不错 然后做决定呢 购买你的品牌 或者这个商品的服务 然后呢 这个变成的付费客户之后呢 还会给你继续refer新的客人 推荐其他的客户啊 或者是留一些好评啊等等 那作为一个优秀的marketer 作为一个优秀的市场人呢 我们就要洞悉客户旅程的 每一个阶段 根据每一个阶段呢 去做相应的市场的推广策略 学了今天的课程之后 我就知道了 很多的细节 我们都是可以去做的 那么这个客户的旅程 每个步骤 如果你把市场推广之后 都做好的话 那这客户首先满意度很高 体验非常好 而且呢从商业 从公司整体来说 就一定会获得增长 一定会越做越强 那这就是我们说的六个潜规则 最后呢我提一下 这个近些年来非常非常 受欢迎 也越来越重要的内容营销 叫content marketing 内容营销呢形式多种多样 它可以是文字 比如说博客 公众号 一些文章 也可以是图片 也可以是视频 比如说视频号 小红书 抖音 YouTube Instagram上的视频 Facebook上的视频都可以 或者呢可以是音频 你比如说Podcast 播客 采访啊等等 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 而现在呢 几乎所有的这些优秀的企业 大牌的企业 还有几乎所有的创业公司 或多或少的都在做内容营销 这一块呢 其实是有巨大的创业的商机的 因为并不是每家公司都有优势 或者能力去做内容营销 而且内容营销 现在已经变得真的是特别的重要 我给你举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例子 就是一个户外用品店 你想一个户外用品店 它卖的这些什么冲锋衣啊 卖的这些什么军工铁锹啊 帐篷啊 手电筒啊 你说如果卖这些东西的话 它用内容营销怎么去做 也许你会想说 那就拍一个广告 做个视频 大家一起出去野营 然后用到了他们的衣服 用到他们的睡袋 用到了他们的什么各种器具啊 你看是内容营销吧 这可以是内容营销 没有任何问题啊 很多的这个品牌都是这么做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家公司是怎么做的 在我看来 它做的更加聪明一些 这家公司叫做REI REI呢 是位于美国的一个非常知名的 户外用品 户外服装的一个零售店 它这个店呢 推出了一个系列叫什么呢 叫做这个Zombie Survival Guide 就是说 如果说你看到僵尸了怎么办 首先我们不知道 僵尸在这个地球上 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啊 现在只存在于影视作品 这个小说当中 那不管它存不存在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啊 他们公司呢 做的这个文案 首先呢 是告诉你 面对僵尸 你都需要哪些东西 你的衣服 你需要这个背包 你需要水囊 你需要铺盘牌 需要火柴 需要手电筒 广播绳等等 你还需要一口铁锅 为什么需要一口铁锅呢 不是单单为了做饭 而是他给你出了一个这个铁锅 打僵尸的使用说明啊 第一个动作啊 先站好 像握棒球棍一样 第二个动作 瞄头 瞄僵尸的头 第三个步骤 然后挥这个铁锅 就可以把这个僵尸干掉啊 而且还讲了 如何用手电筒 照僵尸啊 让它混淆啊 等等等等 这一下子呢 就卖出了十几样 他们店里卖的东西 让看到这个文案的人呢 灰心一笑 一方面呢 的确有一小部分 这个消费群体呢 是时刻准备着末日的到来 准备的各种器具啊 各种这些东西 真的是有人做这些准备的 另外很大 更多的这个消费群体呢 会觉得 这个品牌真有意思 做的这个东西真有意思 你像买铁锅 我平时也赢 肯定是需要的 但是他用另外一种方法 用这种内容 用这种 让你会心笑的这些创作 让你看了之后呢 你就会觉得 对这个品牌很有好感 而且你在买东西的时候 你就会特别愿意去他们店里 去买这些东西 这就是内容营销的 很大的魅力之一 它可以莫名其妙的 拉近一个品牌 跟它受众群体的这个关系 关于内容营销这个话题呢 欢迎大家更多的讨论 根据自己的公司 我们也可以之后 做一些加餐的内容 详细的给大家说一说 内容创业 内容营销这个领域 都可以做什么 这个是所有marketing 市场推广 市场运营 这部分的内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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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